2014年10月19号,百歌时事为你整理各家评论 首先是南洋商报的评论,报名是如何练成的 香港战中运动如火如荼进行中 南洋商报评论专栏文理偷袭作者廖沛文点出 从香港战中,回看台湾太阳花雪韵 甚至回到马来西亚的边加栏运动 都可以看到另一种由霸权塑造的论述 企图模糊焦点,将反抗者妖魔化 将他们打造为破坏普通市民生活秩序的罪魁祸首引起公愤 进一步削弱反抗者抗争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然后提升警方使用公权力打压这些暴民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于是,整个运动,普通毫无分辨能力的群众 随着霸权建构的论述起舞 试图寻找反抗者暴力的各种行为,然后一个个放大 然而作者质疑的是,在集体搜寻社会运动中所谓暴民的种种情境 是否应该更大声地问,暴民是如何练成的 下来是新洲日报的评论 加入安理会,大马的荣耀与觉醒 大马几期获选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 加上大马明年将出任登盟主席国 新洲日报复执行总编辑郑丁贤之初 这对提升大马的国际形象和地位却有正面的作用 不过政府和国人必须了解 承担了这两个国际角色 不是一种虚荣,也不能只是自我感觉良好 而是要做一番成绩给国际肯定 他认为,大马必须认真地问自己 作为一个依靠多元与和谐而取得今天一些成就的国家 我们是否要抛弃这些成功的因素 而去拥抱宗教治国的主张 而这个主张从来没有取得成功经验 而只有造成战乱与贫穷 大马是时候反思奋起 享受这一份荣耀 也要借此更加觉醒才能对国际做示范 对国人尽责任了